2022年香港小姐竞选 决赛举行在职 19位候选家来 练一来积极备战 日年夜年 休息不够 好意弄到个样子残了 这日他们出席活动 得到不少狐虎知识 相信他们可以以最佳姿态 踏上红管舞台 现在要准备一个最终 其实都很需要 怎样自己变得越来越漂亮 还有保持好一个状态 你们呢 因为我自己本身很喜欢 面膜的 尤其是现在整天都很夜睡 很多练习 所以都很担心自己的皮肤会脱妆 所以今次就进来 就选择一下 究竟有些什么面膜 是很保湿的 就可以用在身上了 知道你们之前都不幸确诊了 有没有觉得要急起直追 这段时间因为越来越近缺彩 有没有说做什么秘密杀手锏呢 多些休息 因为其实我们现在确诊完之后 你是有少少 可能都想咳住咳住 或者说话大声不了 所以都是唯有休养多些 希望就不会影响到当时的表现 刚才拍照的时候 我看到Sharon还有一点不舒服 现在还撞乱 对 因为现在病完之后 其实我还是有少少咳住 或者喉咙很痕 所以刚刚刚表演的时候 在喉咙突然很想咳住 就很不舒服 有点眼泪有点泪光 有点钟气不足 以前说话 我可以哒哒巴 现在就收了很多 我明白 因为现在戴着口罩 我觉得我说话很容易喘气 真的都会有点影响 所以都希望我可以争取时间休息 等快点更加回复之前的状态 为了确保决赛顺利举行 一班佳例获安排入住酒店 离开了家里一个星期 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挂着家人呢 从小到大 跟家人都最少来多了 但是他们一直都很支持我 所以我觉得只能够最好 就是25号那天好好表现 将一场很精彩的表演给大家 给家人和朋友看 那你们呢 其实我已经是比较独立的 因为我9岁就一个人去逛学校 16岁就一个人在英国生活 所以都非常独立 我觉得出外是要靠朋友的 朋友就像我们的家人一样 所以我和我的宫友都会互相扶持 互相鼓励 其实我自己也会有点想着家人 但是其实我已经习惯了 因为我都是长期在外国 读大学的时候 都是自己一个人住 所以对于这种独立的生活 我都已经比较习惯了 我就反而反过来 因为我和我妈妈的感情 真的非常好 我们是很亲密 好像两姐妹 基本上我平时 除了有朋友之外就是妈妈 所以我真的觉得 这次好像很久没有见她 但我们每天都有Facetime 和说两句 她都会拿点汤给我喝 一班阶礼马不停蹄出席活动 同日她们又去了学做KOL 向网民推介化妆品 经过导师们识心指导 8号的林玉慧 凭着出色口才成为网民自赖KOL 而一班阶礼也藉着今次的训练 熟悉面对镜头 执声等等即场反应 为未来比赛做足热身 我觉得所有东西都很急速 所有的速度都很快 还有要在很短时间之内 就要记好不同的重点 他们的FAB之类之类 我觉得我自己还好 还有进步的空间 还有都可以减少一些紧张 我之前都试过一次 那时候就是和朋友一起玩着 这样直播 就是收一下这些产品 但是如果真的有经验这样做 是没有做过的 所以今天都学到很多东西 因为Steven和Winnie 教了我们很多 就是怎么样系统性的 这样做一个直播 就是譬如 我可能分享太多 但是譬如我很开心就学到 其实你说回 就是你和产品的关联 是很容易可以触碰到客人 你们呢 我之前没有做过直播 这次是第一次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训练 因为我们迟些都会上洪馆 洪馆是现场 就算是说错误 或者不记得制作也好 也不要紧 因为我们继续这样表演就可以了 我知道 距离比赛日子越来越近 一帮街里的心情难免都会紧张 所以他们都说 要调整好自己心态 去应付接下来的考验 最担心是走位那些 因为洪馆其实比我们以前 在一厂也大很多 所以走位上面 其实都会多变化很多 或者多很多不同的款式 所以就很担心 我们都要记清楚 如果不是上到台的时候 一个暖大家都会很暖 那你们呢 我会多加训练Catwalk的环节 因为我知道我们对高跟鞋 都会有5吋的高 所以加上走楼梯的 一定要多训练 到时在洪馆才可以好均匀 其实我还没试过这么紧张 因为我读孙的时候 都小比赛这种类型 现在是真的很需要放松自己的心情 因为我一紧张 我就睡不到 睡不到的状态就差了 所以其实要做很多东西 去放松自己 现在 就是心理调整 心理那些食品的东西 都要好好地去注意一下 谢谢大家